她说她的妈妈九十岁了 没有吃安眠药不能睡觉 怎么办 你还是要让她吃一点点 九十岁了 反正都已经九十岁了 但是像我的妈妈 到现在每天晚上也是吃安眠药 她现在吃少一点而已 本来两颗 一颗半 一颗半颗 依赖了 她没吃就没办法睡了 我的妈妈已经也是八十几岁了 反正就是这样 但是我帮她做功德 我请她吃素 我妈妈也说吃素 她就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只是说 她那个安眠药 你把它拿来念念大悲咒药师咒 吹口气在里面 希望她吃这个安眠药 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她现在安眠药比奥弥陀佛还重要 所以要用安眠药 所以她依赖了安眠药 所以当然佛经有说 睡不着觉的人 晚上念一下尊圣佛母众 念二十一遍或是一百零八遍 就很好睡觉 但是你妈妈九十岁了 不会念 你帮她念 这样 念一下 Ong Plung Soha Ong Amida Ayodadis Soha 这个比较长 你就念这样好了 Ong Plung Soha Ong Plung Soha Ong Plung Soha 那你自己念尊圣佛母咒 念一百零八遍 回向给你妈妈 这样 然后呢 药的部分 帮她也念念咒 再来 妈妈九十岁了 多帮她做功德 照佛像印经 供养出家人放生 她现在求的是什么 来世升天 去极乐世界 不要堕落恶道 你要帮她做功德 而且你做功德 你要跟她说 妈妈 我今天帮你去参加放生 人家放了 一百五十只蝙蝠 放了几只猴子 放了几千只鱼 虽然你可能只有出 一万块 印度印尼钱 但是你加入这个功德就好了 你要讲给她听 包括各位 今天来参加八观再见 你回去也要跟你妈妈说 妈妈 我今天参加将近一千人的八观再见 功德也回向给你 这样 你要跟她讲 她就会得到这个功德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九十岁母亲 晚上好睡 无病自在